公安部鉴定中心对录音笔内音频文件进行恢复 与胡某语生前流程的语音进行了声文比对 结合调查情况 确定在现场提取封城的录音笔系胡某语持有使用 通过对录音笔中的音频文件进行综合分析 录音内容不存在人为合成篡改等情况 2022年10月14号1时7时40分 23时08分胡某语录制的两段音频 清晰表达了自杀的意愿 自杀意愿的内容为 10月14号1时7时40分 胡某语站在鼠色五楼阳台上 试图跳楼 犹豫未决 录音显示 胡某语说 真站到这里 反倒是有点紧张了 心脏在狂跳 说实话 没有理由 只是觉得没意义 如果真跳下去了 会怎样 不确定 跳下去了 应该也没人发现 现在至少不会被发现 以后过了几天 肯定还是会发现的 刚刚又不跳 哎 我真的是想跳 不想 我应该是不想 23时08分 录音显示 胡某语再次表达 自杀意愿 已经没有意义了 快零点了 干脆再等一下 直接去死吧 可以的 因为我今天 已经有点不清楚了 现在我好想去死 感觉 已经没有意义了 鉴于 胡某语气自杀 这两道原始音频 是否公开 我们按照相关规定 已经 征求家属意见 家属明确表示 可以实时公开 我们尊重家属的意愿 但是 为保持未成年人的隐私 干财音频内容 我通报大家的部分 属于摘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